請問主席剛剛 柯...柯偉你時間講多久 有請司法院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林委員早 民事長辛苦 特別在我們新的會期 本期能夠到司法委員會來 有幾件來做一個關心 對司法的服務跟運作 我們也希望都能夠得到更好的一個名義 那最近我想在這個房間當中 我們也做了幾項的案例來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就是說在我們這個... 有這種案例就是說 判了五起徒刑 他已經在整個... 四年前假釋吃役 而且他已經做一個建築包商 在整個去年11月 就酒精值0.26 被判兩個A 我也一直很質疑說 到底這個... 如果按照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他的假釋 是不是... 如果按照來講的話 他這個是得一顆罰金 那像這種來講的話 我也不知道說 秘書長 以你的觀感 如果... 這種... 民眾如果... 上訴的話 改判罰金 那這個來講的話 是不是要... 撤銷這個假釋 會不會 有... 派... 那個... 那個... 依照那個... 那個... 刑法的規定 你判決... 假釋期間再犯罪 已經... 假釋期間 因故意犯罪 那受有期徒刑以上的... 罪的宣告的話 就... 就要那個撤銷假釋 所以你要... 第一個是故意犯罪 那酒駕當然是... 你是故意的嘛 那要受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 那如果是罰金 那就不在內了 那... 這個... 定義啊 我想說現在就是這樣的 法官在審... 審理上 會認為說這個是情節輕微 如果說有人證事證 顧不得已在... 整個... 有的這個來講的話 有的是... 在... 法學序論的這個... 這個推理上... 你是要有行違法啦 當然有時候... 這個酒駕這種... 有時候是... 在... 整個... 比較屬於... 有時候違罪 如果說你有發生... 車禍啦... 造術逃逸啦 那當然是... 比較重啦 那... 族事... 一般的... 酒駕在... 這個... 警察的... 這個... 攔截當中呢... 我們也... 是不是要考慮啦... 齁... 因為... 這個... 也有... 也有一個案例啦... 齁... 我碰到兩個案例... 我就很頭痛... 我也不知道... 我找了很多法學專家來... 做一個研究... 一個50歲的... 他呢... 過去啊... 是判無期徒刑啦... 結果呢... 他這個... 也是同樣的... 0.35... 判... 這個... 三個月... 後來呢... 他... 以為這個罰金就沒事啦... 沒有上市... 沒想到半年以後... 撤銷假釋... 他是... 無期徒刑耶... 那這樣子進去就... 沒有辦法再回來耶... 那等於是他的... 這個... 整個... 酒... 酒駕啦... 一般的酒駕... 欸... 就... 就沒有辦法恢復他... 本身自己... 應有的... 所以啊... 我想... 我們來做一個參考啦... 這個案子啦... 假釋... 到底是不是合法啦... 我們也說在一直... 我們也希望炒出一個... 好... 讓... 大家能夠了解... 在... 法律... 叫做公平嘛... 不但... 要合法... 而且要合情合理啦... 所以... 我也希望說... 我們... 秘書長喔... 是不是說... 能夠... 有時候... 呃... 在... 在... 我們司法界來講的話... 也希望說... 把這個來做一個... 案例來做一個探討啦... 因為撤銷假設在... 屬於法定的撤銷啦... 法院... 並無裁量... 喔... 是不是... 嗯... 所以啊... 有時候... 這樣子... 我們也說在... 當然... 這個是關聯性啦... 我們只不過是說... 站在... 人民的立場... 做一個建言... 齁... 我們也... 是不是也應該探討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 如果... 他是故意犯... 受有期徒刑啦... 或是說... 為醫科罰金的先告者... 齁...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判刑確定六個月以內... 齊撤銷假設啊... 這樣子比較符合... 合情合理啦... 民主長... 你認為這樣子可以嗎... 參考... 這個可以跟那個... 法務部來商量喔... 因為這個... 呃... 刑法... 實力法是由法務部是主管機關喔... 齁... 那... 假釋的... 在什麼... 呃...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齁... 撤銷假釋或是... 不... 不應該撤銷假釋齁...齁... 齁... 那這個... 榮獲由主管機關... 我的建議啦...齁... 齁... 這個是可以做一個... 探討啦... 可以嘛... 因為... 不但合法... 要合情合理啦...齁... 另外說... 整個... 現在目前啦... 我想... 我... 剛剛... 拿到你們的這個資料裡面齁... 齁... 這個... 所有的這個... 呃... 刑事犯罪力啊... 民主長... 你認為哪一種的這個犯罪力是最高? 就... 毒品的啊... 目前... 毒品是最多的... 毒品啊... 當然是毒品啦... 其次呢... 刑事犯罪力呢... 是... 嗯... 要...要查一下... 可能... 竊... 竊...竊盜詐欺這一類的... 竊盜詐欺... 這個裡面有資料喔... 好不好... 我想詐欺案啦... 這個多到齁... 不勝美幾啦齁... 要... 快要成為國安問題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齁... 我們用這個... 你的... 整個... 這個結案率啊 詐騙的結案率啊 還要高 我看了齁 整個齁 在目前來講的話齁 這個詐騙齁 在102年 是1.8件齁 1.8萬件齁 結果103年啊 他的犯罪所得就 120億超過歷連 等於是 在整個所得啊 82億 所以在整個這個犯罪率裡面 可以看出一個問題 犯罪一直在提升 詐騙 尤其啊 這個造成啊 這個原因啊 有一個因素就是3低2高 成本低啦 風險低啦 量行低啦 但是 2高就是引力性高 獲利高啦 齁 那這個來講的話 在我國刑法339條齁 普通 這個 詐騙罪是5年以下嘛 可是啊 我們 詐騙為常列啊 就是340條 7年以下 這個來講的話 還是很 沒有達到這個嚇阻效用啦 所以我想我們 在兩個這個做比較之下 我是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要討論 檢討一下 如果 如果 犯罪為常列 詐騙集團 這些啊 你看看 這個整個詐騙啊 包括所有 這個整個集團啊 他不是個人啦 他會分工 分工 所以說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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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本生意沒人做 殺頭生意 也沒 這個 他自然啦 願意就是 挺而冒險啦 所以 在自由化的台灣啊 包括 整個 金融 鬆散 電信控管鬆散 甚至有一些 女孩子 被騙了 騙生騙財 啊那個 銀行的金管啊 是一種 對 不是 正當的這些啊 金融業啊 都跟 業界來刮 這個 勾當 甚至於我們也 希望你們 能夠要去 偵辦 要去查核 因為這個不是單件 是一連串的 為什麼銀行 會 會 讓這個 業者 投機的心理 又厚 然後 要他簽 又要他保密 然後從中 從銀行裡面 把他的 款 他沒有拿到 就被騙了 所以這個 我想 當中啊 我們 司法呢 是 最高 最公正的 你們 法院應該 如果 審照這種 比試來講的話 你應該要求 法務部 除非 調查 那這樣子 才能夠 嚇阻 不然的話 台灣的詐騙 案件 這個 犯罪力這麼高 而且 我們說在 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 破產 我希望 我們 來檢討 那另外 我希望下次 我再來跟你探討一下 那個 關審制的問題 當然 有很多人 都一直在觀望 說關審制 可是我 我是 建議說 看到 關審制你在整個 硬體設施裡面 你們有沒有改變 有改嗎 有 你們的 你們的場地哪有 你要重新再蓋嗎 還是什麼 不是重新再 就是 做 某程 小幅度的一個調整 要事辦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做一個 探討 好不好 讓更多的民主參與 好不好 以上建議 謝謝